我的題目 把前面的東西跟今天的Dictionary做串連 一 請各位 去下載什麼呢 一個CSV檔 我們放在 就是 雲端上面的那個範例檔 雲端 所以你在雲端裡面的範例檔 找到這個 邏輯好了 邏輯裡面打開來 請你把它下載 成CSV 那我這邊已經下載了 第一個 所以這邊有個CSV 這個CSV裡面 你得把它打開來 我按右鍵用那個 Nordepad++來開好了 那你會發現 他就是一個類似像這樣子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裡面的資料 因為這裡面資料有 等於是第一欄是他的名字 那我希望把他的 這一欄 的資料讀進來 另外呢 再來就是 這個什麼 答案考核是不要 操作考核不要 面試也 我要平均成績 所以我要抓到的應該是 123 這個成績 所以第一個 我希望你把 CSV 下載 讀進來 到Python OK 第一個 第二個 請你把 這兩欄的資料 幫我 塞到字典裡面去 塞到字典裡面去 第三個 幫我把結果 像剛剛一樣 列印出來 OK問題應該可以 大概 蠻單純的 只是要怎麼解決 我把最後結果 demo給各位看一下 最後就長得像這樣子 我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 這個基本上就是 有沒有 留小 這個把它移一下 這個把它移一下 這些資料 實際上就是把 這個 CSV的這一塊 幫我print 到 這邊來 這一塊 有沒有 幫我print到 這邊 這邊 是不是少兩個人 丁曉禹 丁曉禹 怎麼多一個 OK 反正先不管 反正就是 大概長這樣子 那你需要三階段 第一個就是 下載之後 怎麼把CSV 這個檔 幫我讀到 這裡面來 第二個的話 就是 你要把 他的 第 算是第1欄 編號0 跟他的 0 1 2 3 4 把他的什麼 4 0跟4 塞到字典裡面 最後再把它列印出來 要怎麼做 我想各位試試看 如果可以的話 就自己把它做出來 如果不行的話 待會我們來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下載之後的話 那我的路徑基本上是 下載到 低疊底下 因為我這邊下載 好像是低疊 這個檔名我習慣把它 複次一下 因為我用絕對路徑 來讀取好了 我就不把這個檔案 當然你也可以把這個檔案 直接拖拉到這個根目底下 直接用相對路徑讀取 不過 如果我直接用絕對路徑 就把這個檔名複製 然後呢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邊來 貼到上面這邊來 然後呢 前面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 就是 D帽號斜線 指的是D跌底下 點CSV的話 就CSV檔 前面記得再加一個 一個小R 表示是絕對路徑 OK 這種敘述方法 前面好像有講過吧 OK 然後呢 再來就R encoding的話呢 因為是從那個 Google下載的 所以它應該是 UTF8應該是 沒錯 所以記得 只要UTF8就加一下 所以呢 這個地方 我們就把它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的話呢 那我就是用什麼呢 其實Renlight這個可以不用啦 直接可以 直接把這個F 分別做解析 解析的方法 我們前面也講過 就是 For Line 當然因為這裡 不是只有一行 不是只有一行 它有很多行 所以我可以 For這個Line In 是一個 等於是CSV檔裡面 那我把它一行一行讀出來 所以它會先讀第一行 那這個第一行的話 裡面基本上 我們就是放什麼 放這個 先把這一行讀進來 然後做什麼 做切割 切割之後的話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把 那個資料放在Dictionary 一定是一個什麼 key value的架構 所以 如果你要放第一個的話 那你就是 把它裡面 這個list裡面的 第一個資料是這個 所以基本上 放的話 我們 第一個資料 應該是 應該是 跳開第一個 所以第一個應該不要塞才對 如果我要放的話 這個是 list 0 這個是list 4 所以基本上 我就是把什麼 把list 4 當成是value 把key 這個是它的名字 所以 key 丟到value value丟到這個key裡面 寫法就比較參考 剛剛這個敘述 這個名字 然後它的成績 丟進去 丟進去 最後的話 當然就是 再把什麼 key跟value 分開來 所以key的話 就是名字 我把它放在list key 表示這個都是名字 那這邊都是成績 最後的話 再把它print了出來 所以看到的結果 就會長得像這樣子 但是這裡好像我剛剛有check一下 發現好像 少了兩筆資料 有沒有那個 應該是還要有這兩個 可是它卻沒顯示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請各位就是 把它這個部分 試著完成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 這兩筆為什麼沒有出現 我再check一下 所以 注意一下就是說 如果 假如我把那個裡面的資料改成 多加個數字 反正就不要一樣 那你再把它執行的話 那這樣子它資料就出來了 所以key不能重複 當然因為名字 假如你擔心名字會重複 你就不能用名字當key 可能就要用學號 學號應該就不會重複了 所以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用我們練習 這個地方 會有這個問題 那待會的話請各位 再做幾個變化 剛剛MANCE CAI 對不對 請你把MANCE CAI這邊的list 改成什麼 改成Dictionary 改成字典 因為你會發現 如果改成字典的話 那其實基本上就這樣 他一定是一個Dictionary 反正一定是大瓜糊 然後 裡面的話呢 他一定是 一個key一個value 一個key一個value 那以後的話呢 如果說 我希望 再讓他去 拆哪個月份的話 其實各位可以想想看 在針對這個Dictionary 我的習慣 大部分都這樣 就是再把它切成兩個list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Dictionary 進來之後 那我就 一個key一個value 最後再把它 key歸key value歸value 所以這邊的話 會有個list 叫key 這個list 叫做value 然後以後的話呢 我就是 問題為 問題應該什麼 問題應該是 從那個key裡面抓 所以key裡面的month 乱數抓 抓一個月份 然後呢 這是幾月 再來就讓他跑 如果說比對比對呢 假設value value是後面的數字 如果我輸入的那個 月份 跟 最後的value 是一樣的話 那表示什麼 表示答案正確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把那個value 輸入的跟 value是一樣的話 那就表示是正確的 OK應該可以看懂 看懂吧 所以執行給各位看 如果把他改dictionary 特別是要 請你再另外 存一個month cai 可能是一個dictionary 比如說這個 我隨便輸一個錯誤好了 OK 答錯了 如果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4月 OK 答案正確 所以 把 那個 版本 稍微 更改一下 重點的話 大家應該可以 這個 第一個當然 這個地方 就建一個dictionary OK 所以這個可能 自行改寫 另外這邊的話 把它切割成兩個 最後在 來源是 哪一個月 輸出比對的話 是 用value 去比對 OK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addictionary 字典 這個其實 我基本上 因為比較好理解 通常就是把它 看成是兩個lis 當然 另外一種解法 是用items items 不過items我覺得 理解上 似乎感覺比較沒有那麼簡易 反而好像切兩個lis 這樣 感覺 就比較好處理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剛剛第一個 就是 把那個外部的資料 CSV 讀取到 dictionary 把它秀出來 記得那個key不能重複 第二的話請你把那個dictionary Mine CI 原來lis 改成dictionary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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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